哈囉大家好我是你們的輔社長Niki 喜歡BL的粉絲請動動小手點擊訂閱按鈕追蹤我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任何BL新資訊囉 那眼尖的小豆腐呢 最近應該有默默發現 我們台灣的BL劇又推出一部新作品了 沒錯有一些消息靈靈的小豆腐肯定知道 那就是隔離後見個面好嗎 那看到這劇名就知道 這肯定是一個走在超級時代尖端 符合社會潮流話題結合的BL台劇 在月初的時間呢 就是社長非常開心收到主辦方的邀約 參加這部劇的線上的試應會 對的現在連試應會都改成線上了 非常符合他們戲劇的主題 就是有一種就是隔離了 然後也要看同一部劇的那種感覺吧 那這部隔離後見個面好嗎 是由KKTV推出的原創劇 這次依舊請來了 有在追我頻道的小豆腐 肯定都不陌生的頻道好服用 我們台灣BL界的金牌編劇 林佩瑜來誕生這個有趣的故事 之前社長也非常榮幸 有專訪過佩瑜 那如果想要看專訪的影片的話呢 也歡迎就是點右上方的連結去看囉 本劇總共有10集 每集的片長大概是8分鐘左右 算是輕鬆又可愛的泡麵迷你劇 於9月17號中午12點開播兩集 之後呢會在每週的135中午12點各播一集 那台灣的觀眾呢可以透過KKTV觀看 日本的粉絲呢則可以透過Videomarket 還有樂天TV這個平台觀看 當初呢適應會的時候社長非常幸福的搶先偷看了前面5集 劇情的呈現還有拍攝的手法呢都非常的新穎 所以呢就是社長就決定來誕生這支影片推坑介紹一下 今天的影片呢一樣會分成三個部分 就是故事的內容介紹 還有一起看前導片花的reaction 最後呢也會再整理一些小小的關後感給大家 隔離後見個面好嗎?故事內容講述 陳伯春呢是名喜愛拍照的台灣男孩 每天勤儉認真的跑外送呢就是為了要存到錢 買到近乎絕版的夢幻復古海鷗相機 正當他離夢想呢只有下標一步的知遙時呢 夢想卻離他而去 是的不知道哪來的陳咬金呢 買走了他虎視眈眈許久的相機 正當他生氣又失落的時候呢 有天自己的手機的通訊軟體呢 突然傳來一封日文的訊息 來自於完全不認識的陌生日本男子佐藤樹 說著自己呢找到了海鷗相機 並且呢想要把相機送給他 陳伯春呢才發現自己買來的手機救門號呢 讓這名日本男子將自己誤認成他自己的前女友 因此陳伯春呢便決定裝死的假冒前女友身份 沒想到呢很快就被識破了 那陳伯春呢也透過視訊想要向對方呢圖下做道歉 沒想到佐藤樹呢在透過視訊鏡頭 見到陳伯春的瞬間呢 發現自己對這位台灣男孩一見鍾情 後來他就決定要趁著來台出差工作的時候呢 見陳伯春一面 兩人呢也因為一台相機 一個陰錯陽殺的錯帳號 開啟了通訊交流的特殊緣分 那在這樣子疫情的時空背景下 最終會走向什麼樣的結局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一次的前導片花reaction吧 喔~~超級寫實的畫面 啊 吐下座 真的在這時期台灣去台灣嗎 隔離也不太好嗎 哇 工作所以沒問題 呃 隨意再給我一個鏡頭 有一個不認識的帳號船 還有相機的照片給我耶 它上面還是日文耶 你這樣讓人家誤會不好吧 超級現實的 欸 你誰呢 為什麼哈魯克克斯 陳伯春喔 穿幫了啦 喔 哈魯 紫維先生 我先自我介紹 我叫陳伯春 哈哈 一見鍾情 總括 女人真的很好耶 難怪會為了前女友買相機 暖男咧 如果她買相機是因為你對她還 你對她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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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認喔 因為她覺得你跟我煩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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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三個人 可是最關心 不覺得她 最近好嗎 她不太好耶 她住的地方有人確診了 包含她在內 整洞有一半的人都被狂烈 怎麼 萬一我去這怎麼辦 我會陪你 像現在這樣 陪你 看 我會陪你 我會陪你 有些人 我會陪你 你和你一吃人 啊 好暖喔 你和你一吃人 好暖喔 你和你一吃人 你和你一吃人 我發現不好像傳送人歌了 我沒有朋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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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人家有意思就追啊 而且你有沒有想過 你跟那個男孩會看上同一台相機 就是命運的安排啊 嗯 運命 運命 啊 絆 真的啊 好可愛喔 欸 我覺得他 他這個地方說為什麼要冒充哈魯 然後他叫陳伯春 其實他有一個巧巧思 像哈魯 春的日文就是哈魯 所以 嗯 其實基本上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故意的 然後或是剛好有安排這個小巧思 然後小湊巧 可能就是命運的感覺吧 因為兩個人都是哈魯 對對對 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還蠻有趣的 然後還有我覺得他們大量用這種就是 視訊的視角啊 會讓你們在看影片的時候也一起就是有跟他們視訊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對對對 好的 那大家是不是覺得很短 我知道 就是我知道 你們一定想要怒吼 但因為呢 證據十集加起來呢 也是差不多八十分鐘左右而已 所以也不能放太多嘛 你們說是不是 那以我已經就是在試應會搶先看完前五集的內容來講呢 這邊不爆雷的可以跟大家小小分享本劇呢 我自己最喜歡的兩個地方 那第一個呢就是 題材的選擇 以疫情還有隔離之下呢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發展去奠定此劇的走向 我覺得這樣子的情感探討呢 讓我覺得非常有趣 從智慧型手機的誕生 通訊視訊軟體的普及之後呢 其實不到十年的時間 那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習慣呢 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像是呢 就是朋友們一起在見面的時候吃飯 但是呢餐桌上大家都各自的在滑自己的手機 我覺得這種情況應該是相當的常見吧 但是呢在這近兩年內呢 就是疫情突如其來的插足進我們的生活中 原本呢習以為常就是跟大家一邊見面啊 吃飯啊的常態 突然就變得遙不可及了 大家都要慢慢的習慣就是透過數位啊 視訊的方式 維繫原本的工作 甚至呢跟身邊人的感情 那我覺得呢 這部劇算是以很輕鬆 然後又溫暖的方式 去帶出就是儘管疫情限制了我們的行動 但是人的感情呢是沒有局限的觀感 而且劇中角色們發生的事情 還有心中感慨的話語呢 都超級貼切在你我防疫的那種生活當中 所以在看這部劇的時候呢就會常常有那種 真的我也是有那種感覺 心有欺欺焉的那種急事共鳴感 像是疫情呢讓生活變得有點焦躁 然後覺得何時才是鏡頭啊的那種無奈感 我覺得這部劇呢都有淋漓盡致的把它呢給呈現出來 這個地方呢是我覺得很有趣的 本劇呢第二個我也很喜歡的地方呢就是 拍攝還有剪輯呈現的方式很特別 那相較於其他的必有台劇拍攝的手法呢 通常都是第三的視角切入 但是呢本劇基本上呢是透過視訊鏡頭 然後的第一視角去帶出兩人之間交流的訊息啊 還有發生的事情 像是大家如果有在看小說的話呢都知道 基本上第一人稱呢是最難寫的 那戲劇的拍攝呢也是如此 等同於鏡頭呢只呈現了角色們就是視訊時間的空間啊還有時間 但是要運用這樣子很有限的元素呢去串聯故事 我覺得這就非常的考驗就是編劇啊還有導演 甚至呢就是剪輯的功力 那我自己呢就是特別喜歡就是每集戲劇的結尾前呢 都有主角透過手機的日常通訊訊息 對話框的那種彩蛋設計呢也成功的勾勒出 兩人從物達物狀認識然後到後來越來越自然然後的相處衍生感 我覺得結合起來呢就有一種就是非常可愛的小短劇感 而且又搭配愜意又輕鬆的溫柔曲風 整體呢我覺得超級適合當睡前啊陪伴入眠的小甜品 那我自己看了前面五集呢非常好奇他們兩個後面呢見面之後 能不能順利的問姨母對本姨母吃狗糧甜蜜蜜呢 那本姨母呢也在此做等後面的劇情 甜蜜口罩文呢絕對沒有問題 床上打架翻滾更歡迎 單壓成衣有沒有 而且還不知道有沒有就是會限制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那總之呢不管劇中有沒有連結我都不管 反正本姨母可以腦部連結 小豆腐粉絲們就是come on就可以一起腦部 那一起期待後面的發展囉 那最後呢嘿嘿嘿 看到社長露出這抹笑容的時候呢 追蹤我的小豆腐應該有那個默契雷達了吧 沒錯輔社長呢超寵粉的總工大人呢 又來發福利了 我們KKTV金主爸爸呢這次由大方送送送 準備了10組呢超級amazing的獨家禮物要送給大家 獎品1呢就是7組的KKTV 30天的免費VIP追劇序號 讓大家呢24小時手機不離身瘋狂的免費追劇追到翻 再來還有更厲害的就是 我們兩位男主角的親筆簽名海報 我們準備了3張要贈送給大家 親簽海報美美超感人 而且還可以放到最後給孫子呢當傳家寶 那要怎麼樣獲得這些獎品呢 只要你在活動的期間內按讚本影片然後呢還有訂閱本頻道 並且呢在下方留言還有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就有機會呢可以獲得這個10個超級好禮啦 非常感謝金主爸爸答應社長這個無禮的要求喔 那詳細的活動注意事項還有方式呢可以觀看下方的資訊欄囉 今天的影片呢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期待大家看完之後呢可以回來分享留言你們的觀後感喔 那也希望今天影片大家看的開心看的喜歡 別忘了要幫我把這部影片按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Niki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掰掰 掰掰